不管大家有没有预期,反正年前把资料考给大家,大家也没有看,那我们还是正常的学习吧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来使用我们ZSS完成网站首页的一个优化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优化呢,就是首先我们昨天的,我们前面的一个案例是不是欠套的太复杂了 网站首页,我们去打开这个网站首页,首先这个页面中,我们去打开一下它,这个页面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大家看到这个页面是不是好像现在是正常的,对不对 我去年在最后走的时候,要下课的时候,给大家刨过一个坑 那这个坑,我们可以再去刨一下,那比方说我去把这个东西,我去去掉一个TD 我去掉一个TD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中,我们可能去往里刷新,那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页面是正常的,但是下面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居中的 下面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居中 我明明已经给它指定了,这个TD我已经给它指定了一个A0属性 它是A0Center的,为什么没有 它为什么没有居中 啊,为什么 我明明已经指定了这个A0属性 为什么没有居中 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排查这个问题呢 还有没有,我觉得有印象 这些实际上在实际,你进公司去正常开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怎么样去排查这个问题 我去年交给大家是不是可以去 是不是直接把最外层这个Border 我去把它的冰框瞧出来 我去把它的冰框瞧出来,我可能就好于刷新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明明已经瞧了冰框 为什么上面这些东西没有显示出边框呢 为什么只有上面这里面显示出边框 是不是代码跟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是不是有偏差 那这证明我们的代码结构有问题了 那代码结构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右键 然后检查 是不是在这个检查里面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结构 我们的结构是不是最外层是一个Table 最外层是一个Table 这个Table上面怎么多出了这么多Table呢 是我们跟我们浏览器解析之后它的一个代码结构跟我们预期的一个结构是不是有些偏差 那这个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我们明明写的代码是最外层是有一个Table 而浏览器在解析执行的时候 它居然解析成这个样子 出现了一堆的Table 跟我们手上的这一份代码完全结构不一样 那证明我们的代码有问题 那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在用这个表格 我们在用这个表格的时候 是不是就容易出现建套的问题了 比方说我们这里是刚才是删掉了一个Table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世界构之一 那比方说我们再去 我用一个画图工具再去画一下 就是假设我有一个页面 假设我有这样 假设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中的它是有几块内容 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Q空间是长得很类似的 比方说我们这里面有Q空间 这边是有一些小方块的 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Q空间内容 比方说如果我的一个页面 我希望用户能够自己去设计这个页面 大家以前应该玩过这样的一个页面吧 就自己去改变页面的一个布局 那是不是如果我希望将这一块内容 比方说这一块是一个口像 我希望将它拖到这里 或者将它拖到这里 如果是采用表格的话 是不是非常难做出来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拖到这里的话 那是不是整个表格的结构也要变了 那这里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 表格布局它的一个缺陷了 那表格布局它是有一些什么缺陷 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它有一个欠套 欠套层级太多 叫做一旦一旦出现 欠套顺序 就是错了 整个页面就 达不到预期效果了吧 是不是这道成绩太多了 这是我们刚才第一个给大家演示的一个问题 那它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不是 是采用表格布局 页面不够灵活 叫做动一小块 只要动其中 动其中某一块 是不是整个表格布局的结构就要变了 全都要变 这是不是它的一个缺陷 这两个缺陷我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 现在能理解这一块吗 那这是表格它的一个缺陷 那我们要解决这些缺陷的话 我们就是要来学习两个新的内容 一个是DIB 一个是CSS 那DIB的话 它是一个快标签 我们就是要采用快标签来解决这个内容 假设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容都是一块一块的内容 比方说这也是一块内容 这也是一块内容 我们如果这里面是这样一块一块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方便地来对它们进行处理 我们可以直接是来改变这个块 在我们页面上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不需要牵涉到那种切套的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所学 为什么要来学习这两个东西了 那HTML中的一个快标签 它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DIB DIB标签 还有一个是SPAM标签 这两个标签有什么差别 它都是属于这个块 一个块 那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来新建一个工程 来看一下 新建一个web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今天是C02 叫这个CSS 那还有一个JS 我们去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工程 我在这个工程中 我去新建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话是01- 这个是我们是第一个例 网站首页的优化 网站首页的优化 我在这里面再去新建一个吧 再去新建一个目录 叫做快标签 再来一个HT标 DIB标签 DIB标签 这个DIB标签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上面 去写一个DIB出来 写一个DIB 那它是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签 DIB开始标签 然后-DIB结束标签 那这个东西写好之后 我们在页面上是看不到任何效果的 是不是我们看不到任何效果的 我们在这里面去给它 在页面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但是呢 如果我没写两个 我再去写一个DIB 那这个里面我们去写一个 呃里四 我写好这个里四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页面上 我可能去玩一刷新 那它是不是就是有这种自动化的啊 实际上DIB标签它末日是再有一行的 这个是DIB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标签 那我们直接再新建一个H2标 这个是spam标签 spam标签 spam标签的话 那同样的 我也是写上一个spam 它的用法跟DIB是有些类似的 我在这里也去写上一个呃 写上一个网5吧 再写一个照六 写好这两个东西 我们去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现在是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这两个东西标签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那如果是DIB标签的话 它会自动化好 然后如果是spam标签的话 它会在一 在同一行中 那就是这两个快标签 它们之间的一个细微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DIB标签的话 它是默认占一行 自动化好 这个是内容显示在同一行 这是这两个标签 这两个标签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些标签 它是不是都有一些属性呢 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些标签 比方说我们讲放的标签 它是有些常用的属性 那个什么 放的标签有些常用的属性 改变颜色 是不是color 改变自己大小 是不是size 那这两个标签 它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来开查 我们来打开我们这个 WC的标签 我们去打开它 html 找到我们的这个块 找到我们这个DIB 找到DIB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属性呢 它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属性呢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什么Alien呢 并且这个Alien是不赞成使用的 这个是DIB 如果我们要更好地去使用这个DIB 我们就得学习CSS 因为只有DIB型和CSS 一起使用它才有意义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学习一下这个CSS 那怎么是CSS呢 它的一个名称是怎样的 Cascading 它的一个英文名称叫做Cascading Sale 中文名称翻译过来是成叠 样式表 成叠样式表 这个就是CascadingSale 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东西它主要是 它主要主要是用来干嘛的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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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主要主要是干嘛用来干嘛的 用来美化 我们的 MHD表页面的 成叠样式表 那为什么叫成叠样式表 比方说 我们先建了 先建了一首华子 刚建好的时候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那个红砖吧 如果大家回到农村的话 最刚开始建成 建好的时候 它是红砖 在红砖上面 是不是再去抹了一层水泥吧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在水泥上面 是不是再去抹一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再去抹一些百贵啊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都是村里 都是村里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三里 我三里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如果是成立的话 成立的话 是不是水泥砖 水泥砖 水泥砖 它是不是也是去抹了一层水泥 先是水泥砖 把墙做出来 然后再次抹了一层水泥 然后在这个水泥上面 再去抹了一层百贵 就是大家至终看到的这个教室 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还不理解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 找一些这种 找一些这种 CSS 它是一个网页的美容师 我们去打开一张图片 比方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那这个左边的话是 没有美容过的 然后右边是美容过 就是成这个样子 那再看一下 这个肯定是一个人 对吧 那左边的话是好像有一些雀斑的 然后右边的话 是不是经过美容之后 是不是要好开心了 这个就是本身的股价 已经决定了 然后经过一些美容 一些美化之后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页面好看一些 是不是这样子了 是不是右边 右边是正常的 左边是经过美化的 那这个是CSS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现在大家印象深刻了没有 关于CSS它的一个作用 可以认为是这样子 它是 比方说我们人的话 它是用来化妆的 那在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两个那种 一个是HTML 一个是CSS 就是HTML 它是决定网页的 补价 也可以说是框架 可以是 可以打个比方是补价 那CSS的话 是不是 CSS是不是就是 这个CSS 它是干嘛 对不对 它是不是 就是用来化妆的 在股价的基础上 去进行一个化妆 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学习它的 这个CSS的内容会比较多 我们在今天课程 这个目标中 已经是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一块牛是一个 作为一个了解的牛 要去学习的 这里面牛不要求大家能够掌握 但是你要求是 能够看懂吧 那这个里面 就是要来学习CSS了 那CSS它是它的一个语法 跟我们之前所学的一些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来学习一下 CSS它的一个简单的语法 首先它的一个简单语法 需要我们在这个 在一个 这个叫什么 在一个 料标签中 去编写 CSS内容 那这个内容呢 它的有一个是 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写法 通常我们会将这个 标签 STYLE 通常我们会将这个 标签写在我们的 head标签中 最好 将 标签 写在这个 head标签中 那这个 这个 是这个 然后它的一个简单语法 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页面当中 去写这个一个 sale标签 那这个sale标签 它里面怎样去来写 css的内容呢 那它的一个内容的话 就是首先 我们要去写一个内容 我们就叫做选择t 先写一个选择t 这个选择t 我们待会儿去讲 那写好这个东西 然后再次一个 档花吧 档花写好之后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这去 我们要修改的属性 我们要去修改它什么属性 这里面要去写上一个属性名称 然后我们要将这个属性 改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这里要去写上一个属性的值 然后最后这里面要有一个称号结尾 那如果你有多个的话 属性名称 然后再是属性的值 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语法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大家是有一个比较客户的地方 就是这个选择t到底是干嘛用的 选择t它的一个主要 作用是干嘛用的 它是 它是让 叫做帮助我们 找到 我们要修饰的标签 或者说元素吧 标签也叫元素啊 这是CNS的选择器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页面上 那大家可以看 打开我们这个网站手 这里面这么多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么多标签 我们是如果想 只想修饰某一块 比如说我们只想修饰 我们只想把这个 这一块链给改掉 它的一个样式给改掉 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去找到它 是不是太多 这些页面上标签太多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它 所以就是要选择器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就是 我在这里上去新建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重点去讲解一个 就是选择器 那首先 我们在这里面去做一个 新建一个区域 这个叫做选择器入门 选择器入门 我们首先在这里面去写一个内容 那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一个步骤是怎样的 这里面该怎样去写 是不是在get标签里面去写一个 先写一个stale标签 stale标签 那写好这个stale标签 它的一个语法 刚才已经讲 它的一个语法 我们去在我们的笔记中去把这个东西拷贝过来 拷去c 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要 是不是要来做一些内容了 那首先我们这个页面上还没有内容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那我在这里面 我首先去写一个div 写一个div 那我写上 大家 亲你好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我是不是写了这样的一句话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页面结构是有了 页面结构有了之后我们去运行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好 大家亲你好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这个文本我们已经写好了 我现在需求 给大家一个需求就是 将 将内容 字体颜色 改成红色 那现在该怎样来做这件事情呢 这个该怎样来做 是首先写一个div 这个div之后就是一个 然后在里面再去写相关的一个属性 我们要去修改它的一个字体的话 我们得用哪一个属性来做呢 这里面我们就得用一个color 写好这个color之后 写好这个color之后 那颜色该怎样做 我们可以写一个read 写好之后我们可以去 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Ctrl 一刷新 它是不是已经 它是不是这个就改变过来了 自己颜色就发生了改变 那这里面 大家是不是对这些 对这个内容能理解吗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写的这个div 它直接它是第一个选择器 但我们会去重点去讲 这里面就是 它的一个语法规则就是 我们首先要去写一个选择器 然后再次写一个大号 里面去写相关内容 那我们写好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就可以根据这个选择器 它去找到下面的div 那比方说 如果下面有很多这个div 那这个选择器 它会选中所有的这个div元素 然后修改它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打开这个页面 Ctrl 一刷新 它是不是将页面上所有的div元素 它的一个样式都发生了变化 那这里面这个color 是改变的是它的 如果我想改变其他能力 比方说我想改变这个finder size 改一个 比方说改一个 这里面就可以写相数了 我可以去改一个50TX 那这个是不是就写出来了 那这里面 大家可能比较迷惑的是 老师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些属性啊 老师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些属性啊 老师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些属性啊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就是需要去查一些东西啊 实际上这里面的div元素相关的流动 它也是需要一些记忆的 那我在我第一天给大家的一个手册中 有一个div元素的属性列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一些比较长的一些属性啊 比方说这个什么color啊 什么background color啊 最前面都是一个改变的小写啊 什么刚才是不是用的这个finder size啊 还有实际上这里面有挺多的 我们不会全部都去用到 但是这些东西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看一下 没兴趣就拉倒了 我们用到的 因为这个内容我们是一个了解的 大家去上班了 也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那帮助理